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花生猪尾包 允养通富,软烂食口 这道菜特别适合老人小孩来吃 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给这道菜去腥用的姜片 真香的香料有八角,桂皮,花椒,苦料,花生 主料猪尾一条 这个是摊煮经过烧制 然后剁成小块 我拿回来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调味会用到蚝油 生抽 这道菜不需要其他的调味品 有这两样主意 就能让这道菜非常的好吃 猪尾先焯一下水,冷水下锅 水开后撇去浮沫,焯水半分钟 然后将猪尾倒入漏勺,沥水备用 下面开始制作 取一口砂锅 将猪尾再清洗一遍,直接晃入砂锅中 然后将备好的姜片香料晃入到锅中 花生均匀的倒入锅中 调入蚝油 生抽 这个用量可以大一点 我这里可以差不多各用了25克 加入开水 开水的量加到8分满即可 开大火将它烧开 盖上锅盖 开了以后就转为小火 让它慢慢的煲 我今天煲了两个小时 中途有加两次开水 打开锅盖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 看到这里有没有直流口水 做这道菜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过多的干预 简单一包就OK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转发 让更多的人学到